設備發下去之後啊 我們就先來認識一下各位手上的這個開發板 你現在手上拿到的就是這個Smart開發板 它上面呢有內建三個元件 左上角這個是三色LED燈 然後呢它的右手邊有一個光明電阻 再來下面這裡有一個按鈕開關 不過真的很小 就在電源那一邊 USB 所以它有三個元件在裡面 另外呢您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這裡有沒有一個VCD跟3.3 這是電源 VCC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板子上的5伏特 5伏特的地方 那另外呢它的因為板子比較小 所以腳位相對比較少 而且GND只有一個 這樣了解吧 GND就是接地的部分只有一個 所以它能夠接的裝置相對比較少 相對比較少 當然我們裡面還有一個什麼 那個麵包板 有沒有看到一個四四方方的 那個板子 這裡不是有一個四四方方的嗎 肚子餓不要拿來吃喔 這個麵包板就可以像 那個什麼延長插座一樣 可以讓它延伸 所以這裡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你如果拿過來這個 我把它翻一下 你看它旁邊有沒有貼貼紙 好 你就會看到跟我們簡報上面一樣的畫面 這邊 這樣OK嗎 都有齁 好那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你把電插進去之後 它的連線反應是 因為我們主要是透過什麼 Wi-Fi嘛 所以呢您看一下 標準的 標準的在這邊喔 這裡 這裡我沒有特別寫喔 我看一下 好這沒關係 對了 剛剛Webduino還有一個優點啦 就是它的教學 它的教學的網頁啊 其實寫得蠻清楚的 所以如果說各位想要自己 買了之後自己去玩的話 其實在上面看也可以 那我先把畫面先切到這一個來 我把它拔起來齁 各位可以仔細稍微看一下 當你把電源插上去之後 它會先變紅色的 有沒有 然後開始會一閃一閃 開始找我們教室的Wi-Fi 教室的Wi-Fi 那如果它有找到之後 它有找到之後 有沒有現在再一閃一閃的 好那它找到之後 它會熄滅之後會亮一次綠燈 就表示已經連上我這一台Wi-Fi了 如果你的是恆亮紅燈的 或者紅燈還在一直閃的 就表示什麼 你那個裝置它沒連上 沒連上Wi-Fi 你後面還有一個這個燈就不用理它 因為這是電源的燈 對吧 後面有一個藍色的 這是電源的燈 好有插電就有 有沒有同學你的是 那個紅色一直亮的 有嗎 有的可以換一個 哈哈哈哈 對我連上嗎 好 那你們還有一個要知道的 因為剛剛各位在用我那一台的時候 有沒有叫我的那個名字 我那一台的名字 有對不對 所以你那一台叫什麼名字 你是要知道嗎 你們家寵物是什麼名字要知道啊 你不能怪別人啊 哈哈 來你把那個 你們的應該都是在那個晶片的後面 晶片的後面 我的是貼號碼 你們的是貼那個 有一個 有兩組數字有沒有 有對不對 有兩組數字 那是哪一組呢 我看一下 你們的好像是 好 來 DEMO 有一排是DEMO對不對 DEMO 是嗎 但是不是那一個齁 是第二個 有分大小寫 有分大小寫喔 有分大小寫 有沒有人 後面沒有貼貼紫的 有沒有 有沒有誰 後面沒有貼貼紫的 待會你要控制他 那個是有分大小寫喔 所以 你的名字叫錯 他也不會 沒有反應喔 好 這樣 有了解我們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真的就來自己 點亮自己的燈 可以嗎 好齁